今天我们讲的狗,名字叫做包子 因为它刚刚被二家发现的时候 它的脚肿得像一个包子 所以被叫做包子 志愿者发现它的时候 它正趴在一个脏兮兮的塑料布上 右脚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膿 到了深可见骨的程度 从表面上看上去 完全让人不敢相信 那是一只右拳的脚 因为伤口带来的感染 加上在外流量的恶劣环境 那时的它已经奄奄一息 志愿者立刻就带它去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治疗诊断后 由于伤口溃烂的时代太严重 医生不得不选择 把包子的右前脚整个切下来 来保证它的生命安全 经过艾之家义工们的精心照料 现在的包子虽然失去了一只脚 但是在艾之家生活得非常健康 通过包子明显特征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眼睛上分别有一个黄年的狗 被称作苏犬 是中华田园犬的江浙犀 包子可以算是很多中华田园犬的缩影 因为是土狗 或者长相不讨喜 遭到抛弃 虐待 但实际上 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 不应该因为品种不同 就遭到区别对待 希望大家不抛弃 不放弃 平等地对待每一只狗狗